花莲县体育会特别在中华国小体育馆举办了109年幼儿亲子运动加年华大手牵小手 健康运动一起够的活动 县长徐正蔚亲自出席 也表扬了基层团体集邮单位还有台湾木兰足球联赛的金牌 同时县长期许可以借由正确健康的快乐运动 来享受学习过程 打造花莲成为最年轻有活力的幸福城市 县长徐正蔚感谢花莲县体育会以及各单项委员会 学校校长全力协助今年10月17号到22号全民运动会赛事 让来自全国的运动选手能够尽情的在花莲挥洒汗水 县补因应全民运整建28项赛事场馆 将花莲营造为健康活力的运动城市 10月22号完成的精彩全民运幸福花莲城 而把花莲28个比赛运动赛事的场馆都整理好 而中华国小也是我们一个比赛的场馆之一 另外还有非常多的场馆 其实错落在我们的花中花米花工还有花生 以及我们的东华大学校本部还有美人校区 更在我们国小国中 另外在花莲县我们的体育园区 更有完全新的我们的直台轮 还有区分球场 六座的锤球场 一座的足球场 还有一座的棒球场 在我们国湖桥的左右两边的体育园区 另外我要谢谢所有的大家一起来谈 才能让花莲成为一个健康更有活力的城市 而国民体育日每一年我们都举办 希望我们培养我们从小扎根培养我们的孩子运动的习惯 家人一起动一动健康有活力 许县长也在会中亲自表扬花莲县女子足球代表队 勇夺2020台湾木兰足球联赛冠军 足球赛事考验球员的体力意志力以及团队精神 能在全国脱颖而出实属不易 也期许足球运动向下扎根推展 从小培养孩子团体合作的精神以及强健体魄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